哈喽大家好,我是生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果强制性的关闭,卡到不行的X 虽然这个情况是蛮少见的,不过也不代表不会发生 这里我会分享两个比较简单而且直接的方法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请东西有我打一个小广告 生号推荐会只更新关于MacBook和Males的实用小对抢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自信感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号推荐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方法就是按Option和右键 首先我们看我们最下方的Dock这边 假设我现在要强制性关闭这个Diversity Resolve 正常的话呢,如果right click 我们就可以看到click跟high 如果我们按着keyboard的option key 就会看到它有一个false click 如果这个app已经卡了的话,这样我们可以直接 right click这个app过后 按option,然后false click 就可以了 第二个方法是按command option 我们按command option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开启的app 你可以选择要强制性关闭的app 像是这个photo,我们按了哈一下,然后按forse click 然后再按forse click就可以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讯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三号,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